歡迎收看小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我們在上一集介紹了 四分位句 全句然後畫合狀圖 讓大家了解到說合狀圖其實透露出很多訊息 尤其他如果跟 平均一起使用的話 也有更好的效果 那 光是靠合狀圖我們就可以感受出 這個資料的分佈情況 那我們在這一集回到去討論 平均四分位數 中位數和第三四分位數 討論這些數值 它發生的一些變化 等於算是一種比較進階的使用 那麼我們來看這個例題 Study Hub的經紀公司有一台大電梯 那有一次這四個人一起去搭電梯的時候 同行的工作人員太多 所以響起了警笛 如果這個時候電梯裡有11個人 每個人的體重都不一樣 那已經知道了 這個電梯裡面有下列四個數值 第一 平均體重是65 第二 體重都是體重 體重的第一四分位數是62 中位數是67 第三四分位數是75 也就是說如果你畫出合狀圖 你不知道最高跟最低 但是你知道第一個四分位數是62 第三四分位數是75 然後中位數是67的話 大概在中間吧 在這中間 加5 加8 比較靠近左邊 好 OK 平均是65 平均是65 他說 如果我現在有一個人 這個T光體重退出去了 請問以上四個數值哪些不會變 那這個 來問你 T光退出去平均會變高還是變低 好 這個想一下 想一下 有公佈答案了 想好了沒 好 T光如果重多少的話 他退出去不會影響平均 就是他如果剛好是平均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 體重平均體重65 所以說 總共的體重也就是65 乘以11 對不對 那65乘以11 如果T光就是65 那他退出去的話 這個退了一個65的 那 那就還剩下65 65乘以10 剛好裡面就是10個人 剛好裡面就是10個人 所以這個時候平均還是65 對不對 所以說如果他剛好等於平均的話 那有沒有他都不影響平均 可是他現在比平均低啊 那比平均低的話 你就可以想像 65乘以11 減了一個 只有58 對不對 減了一個58之後去除以10 的話 你如果減65除以10 就剛好還是65 那如果你減的是58 也就是減太少了 那你在除以10的時候 其實你留下來的平 這些人齁 比65還要多啦 你如果真的 我就不真的去算了 但是你真的去算 你就會發現他就是比65多 那如果不信的話按個暫停算一下 但是這個一個滿容易想像的嘛 就是你挑了一個瘦子出去嘛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那大家如果還有記得的話 這個 踢光是年紀最輕的 對 這四個年紀最輕的 這不重要 哈哈 他退出去的時候 所以這個 這個平均體重就上升了 好 那所以平均體重會變 這個平均 會變高 那重要的在下面這四個位置 好 那個第一四分位數會怎麼樣 第一四分位數會怎麼樣 也就是說我現在有11個數字 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都進來齁 我現在有11個數字齁 我在算中位數的時候 十一除以二四五點五 所以中位數是誰呢 一二三四五 五格之後再半格切下來中他 中位數既然是六十七 我就可以肯定這個人就是六十七 可以嗎 所以他其實告訴了你 一個真正的人 就是六十七 一個真正的體重 也就是說平均我們不知道 平均六十五誰六十五誰六十五 不知道搞不好沒有人六十五 但是你十一個人的中位數六十七 就真有其人齁 真的有一個就是六十七 好然後第一四分位數呢 十一除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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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十除以四是 二點五 十一除以四是二十七點五 就是 不是 二點七五 就八 扣掉八與三 零點七五 所以呢 二點七五 一格兩格 零點七五格 零點七五格 中 又中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才中位數的時候中他嘛 現在 這個零點七五 中在零點七五 中這一刀 中 第一四分位數是六十二 所以有一個人他真的就是六十二 這題的關鍵就在這裡 就是說你能不能夠知道他真的有這一個人是六十二 他真的有一個人是六十七 那有沒有一個人是七十五 你覺得咧 想一下啊 要每次等老師講答案 這個十一除以 除以四 或者我們乘以四分之三 然後 十一乘以四分之三 是 三十三 除以四 是 八點二 或者說你把二點七五 乘以三 八點二 來 一二三 四 一二三 四 五六 七 八點二 五 中 中在這個人 的前端 或者你從後面扣二點七五 其實也一樣啊 我剛本來想從後面扣 不過帶你們算一下 所以這個就是第三四分位數是Q三 就是 中位數是Q二 對不對 所以他說第三四分位數七十五 那真的有這麼一個人他就是七十五 我剛說的就是這一題的關鍵 那為什麼說這是這一題的關鍵呢 踢光是五十八對不對 所以踢光在後面這兩個 某一個 Maybe Maybe 我們假設他是這個好了 可以嗎 好 現在踢光 退出去了 退出去了 當作沒看到 也就是說這裡前面只剩一格喔 只剩一格 那現在總共十個人 會怎麼樣 十個人 除以 好 我們用乘那個四分之一四分之二 乘四分之一是2.5 那中位數的話是除以2 也就是乘以 四分之二 正好是5 乘以四分之三是7.5 對不對 所以這一題的關鍵就在這裡 來看來看 2.5 第一四分位數 這一個齁 這裡有一個 一個 兩個 2.5 題目有一句話齁 我們剛剛漏看 每個人體重都不同 不好意思 所以說呢 已經不同人了 不同人 體重就不一樣 所以說 QE會不會變 QE會變 會 上 升 因為我們按照這個 從體重輕到高順序拍的 雖然我都不知道他們體重多少 但是我們在算那個 第幾四分位數 中位數本來就是要把它從 B排到高 所以呢 第一四分位數會上升 那 你看喔 如果你不去討論 我光是這樣問你 我光是這樣說 體重有一個人退出去 第一四分位數會不會變 會變輕還是變高 你要怎麼回答 你要亂猜 一定會對嗎 不一定 那就在這裡教你們去分析它 那 我還是說 這個我坦白的說 我不認為會考會考這麼難 除非剛好會考的老師 他有看有熊老師 或者這個題目流傳久了 真的就被收進去教科書 或者是被會考老師認為 嗯不錯的題目喔 我覺得他是可以考的 但是就是目前我還沒有看到 目前會考在這一張的比重並不多 因為他們可能還沒想到怎麼考 但就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討論的過程 不要去計較有沒有全對 那你去想嘛 去想會發生什麼事 逐步的推論出來 所以第一四分位數會上升 那中位數呢 中位數是5對不對 現在來看1 這1嗎 2 3 4 5 5剛好怎麼樣 切到中間嗎 我們換個顏色 等於說新的是綠色的 舊的是黑的 所以其實中位數也會上升 而且就是說 這個第一四分位數變高 但是還是整數 中位數就不一定是整數的 那第三四分位數呢 第三四分位數是7.5 1 2 3 4 5 6 7.5 對不對 我剛講嘛 你用猜的能夠猜對嗎 其實第三四分位數它 不變 這樣懂嗎 好 神奇吧 好剛剛那題還不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 乘上題 那這個我們回顧一下 乘上題 就是這個 電梯響了裡面有11個人 然後 平均體重65 第一四分位數62 中位數67 第三四分位數75 五十八公斤的踢光 退出去了之後 結果是這樣子 他說踢光退出去之後 警報還是在響 於是他們的經紀人 重73公斤 也退出去 換成踢光進來的時候 警報就不響了呢 那這個 可見電梯是看顏值的 應該不是啦 那請問這一個改變 讓ABCD 也就是讓這個 平均第一第二第三四分位數 哪一些數值不會改變 也就是說呢 自己做做看 自己做做看 我們等一下再來 按暫停 按暫停 我們聊了這個GDP碼 收入和 這個就是所得 和薪資所得 和家戶所得 和可支配所得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那 在這裡呢 我們也 多補充幾個 就是說我們會看到的 所謂的這個 平均所得 或者說 GDP這樣的數字 那還會看到另外一個字 叫做PPP 購買利平價 那其實包括像GDP就有 這是所得嘛 那 有一個詞叫做明目GDP 還有一個詞叫做實質GDP 那他們到底有什麼差別 在這裡說明一下 那簡單來說呢 就是如果 我們現在都談那個 除以人口 就是平均每個人這樣 等於說這是平均每個人賺的錢 這是平均每個人賺的錢 那 實質到底實質在哪裡 就是指 也許有今年 全台灣的人賺錢 是賺的比之前多 沒錯 但是呢 如果台幣貶值了 如果台幣貶值了 那麼我們賺的錢 其實能夠買到 海外的資源就比較少 那其實台灣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都是買海外資源 比如說我們大部分的能源都是進口的 是這個煤炭跟天然氣都要進口 那這些能 這些能源都是進口的 那 尤其是天然氣很貴 然後 我們吃的牛肉是進口的 吃的小麥是進口的 附帶一體 既然聊到就附帶一體 我們常會看到那個所謂的 那個 糧食自給率 台灣的糧食自給率好像才40幾% 那這個糧食自給率就是說 我們吃的糧食是台灣人自己種的 自給自足 的比例才40幾%而已 那每次講到這個就會有很多人就想說 要鼓勵種田什麼的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 這個 鼓勵種田對糧食自給率的幫助 其實不見得很大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人的糧食自給率 我剛剛講大概40%左右 但是台灣人的稻米自給率很高 就是我們所吃的米幾乎都是我們自己種的 台灣的稻米自給率有100%多 100%以上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自己吃的有剩還賣出去 因為其實那個泰國 如果你們有去吃泰式料理的店 會吃到他的飯 那個泰國的米很長 細細長長的 那其實台灣人吃不習慣 所以 我們的稻米自給率很高 所以說更多人去種稻米 可是台灣人根本吃不完那麼多 那 我們的糧食自給率卻很低 這代表什麼呢 代表大部分的人不吃飯 我們大部分的人吃麵包 吃麵 吃這個 餅乾 玉米做的餅乾 那 洋芋片 這些都 都不是台灣生產的 那如果你連玉米這些算進去的話 就是我們的糧食自給率就不高 應該說你在台灣會吃到的玉米是 一整根一整根的那種 是自己種的 我們台灣自己種的 可是其實我們進口大量的玉米當飼料 那因為就是 自己種的是比較貴 其實就是國際上的玉米的價格 不是我們這樣子一根十幾 十幾塊到三十塊 沒有那麼高 玉米其實在國際上沒有那麼貴 那所以說我們的糧食自給率一直提不起來 不是說台灣人不種田 是因為台灣人種的台灣人自己不吃 那你說如果台灣人種其他的作物 我們種田 但是我們不一定要種稻米 但是經濟作物對糧食自給率的影響有限 你不會把 比如說水蜜桃當成一種糧食 雖然他某個角度也算 那只是在這裡提到 我們吃很多東西都是進口的 包括我剛剛講的小麥什麼的 牛奶 牛肉 那所以說呢 假如今天我們的 匯率低 所謂匯率就是說台幣換美元 台幣去買國外的東西 台幣變得比較不值錢 那我們就變成要花比較多錢 才買得到一樣的東西 的這個時候 其實雖然我們賺的錢有比之前多一點 但是如果輸給了匯率的變動 那實際上我們能夠買到的東西就變差 實際GDP的計算比較簡單 他單純就是算一下匯率 那購買力評價是比較複雜一點 他等於是進化版的這個計算 也就是說他同時去考慮了匯率跟物價去做調整 那你就會聽到一個說法說韓國人的薪水比台灣高 可是台灣人的購買力 賺這個PPP的話比韓國高 也就是說韓國的物價比較貴 韓國人的物價比較貴 那所以這是一個這個我們會看到的計算方式 那有的人會覺得說那這個是不是在 有的人會覺得說購買力評價比較重要啊 因為影響民生經濟嘛 對不對賺那麼多錢 但是物價貴得要命沒有用 所以我們看購買力評價比較好 但是有的時候有的人就會說 購買力評價只是美化版的這個GDP 因為我們GDP輸人家 就是好拿購買力評價來說嘴 那我在這裡介紹的時候我要講就是跟之前我提到的一樣 我們不要用太過於政治或者是有立場的角度看待這些數據 並不是說提購買力評價就是為了粉飾太平或什麼 他們都有各自的用途 舉例來說 你今天要討論民生經濟的話 討論人民過得好不好的話 的確購買力評價會比較值得 比較值得討論 那你說GDP做什麼 如果他跟民生經濟無關 就是有錢人 有錢人才重視GDP 也不是 而是說 即便我們的物價貴 但是我們的所得高的話 那是不是代表我們 就相對於海外 像你去日本 你會覺得日本的東西很精緻 你去美國 你會覺得歐洲 你會覺得他們東西很精緻 他們的物價都比台灣高啊 但是他們的東西都比台灣精緻 為什麼呢 這道理很簡單 當你一碗麵賣200塊的時候 你就不會去 應該說 當你一碗麵賣200塊的時候 你的足筷子你就很講究 對不對 如果你的一碗麵只賣50塊的話 那你那個筷子 免洗筷就是有就好 盡量便宜啊 去插在這裡 就是說 你的所得高 然後你的物價也高 沒有錯 但是整體起來 其實你的東西會比較有競爭力 會比較有競爭力 那 當然這是指內需啦 這是指內需 如果你要賣到海外 你的東西那麼貴 賣到海外 就會不划算 通常這些國家都會想辦法 讓他們的企業 就是得到補貼 這個 也是有很多美感 在這裡介紹 我們看到GDP有幾種不同的算法 這是 這個補充一下 我們上次介紹到有關於所得的這個討論 OK 回來到這個問題 剛剛講說 這個 踢光退出去 結果警報還是在想 那現在呢 經濟人73公斤 73公斤的話 等於是這兩個的某一位 我們假設是這一位好了 那現在換成這個退出去 但是踢光補進來了 那我們再看一次啊 那因為你退走的是一個輕的 你退走的是一個更重的補一個輕的進來 所以平均一定是會下降的 OK 那然後來看其他四位會怎麼樣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囉 這個 一樣 因為現在你退一個補一個還是十個人 所以第一四分位數還是在25%的地方 所以一個兩個2.5 所以現在新的第一四分位數是他 好 三個四個五 這第三個 第四個第五個 所以新的中位數是這一個 我應該往上畫 六個七個 啊這個沒有了 這個沒有了 7.5 所以新的第三四分位數是他 好 那你就會發現怎麼樣呢 好 這個 第一四分位數就下降了 中位數也下降了 第三四分位數還是不變 可以嗎 那你如果去跟原本的比起來 跟原本十一個人的時候 第一四分位數沒有變 如果今天我們本來就是退那個經紀人出去的話 等於說第一四分位數沒有變 然後平均下降 因為你退的那個是比平均胖的 然後第三四分 啊 平均下降 然後中位數也下降 中位數也下降 然後第三四分位數呢 也是還是不變 所以這兩個就變得都不變 好 只有這一個會變而已 好 就要看題目怎麼問 那 就去討論 這沒有什麼公式 來看 他這個乘上 如果這個時候 我們剛說換人 換人退出去 踢光進來 就不叫了 那請問 這個電梯乘重的上限 到底是多少 等於說 本來65 乘以11 本來65乘以11的話 6565 是715 那扣掉了58 扣掉了58 是7657 657 657 對 那這個時候還會叫 如果 改扣73 那是642 那是642 就不叫了嗎 他說如果 乘重上限以5為單位的話 會是多少 那答案 就可能是 645 60 或者是 等於說 等於說 因為踢光 踢光是重58 跟這個 他的經紀人 重73 73-58 是15 他們兩個差15 所以剛好這個 夾了三個數字 三個以5為單位的在中間 來看這一題 來看這一題 我們之前的作業 這一次段考 全校數學成績 是成這個 以上累積次數的折線圖 和以下累積次數的折線圖 走到頂的時候 其實就是全部的人 所以其實 A就是全部的人 那全部人數會是多少 我要怎麼知道呢 其實這個圖裡面 藏有一個玄機 就是說 80分以上 是350人 80分以下 是150人 所以其實得到的 結果就是 全部 共 500人 所以他利用這一點去算 有沒有 很特別吧 這裡 80分以上 350 更正 80分以下 往上爬的這個是以下 大累積 80分以下 350 80分以上 150 所以全部總共 500人 那所以其實 A就是500 這一點 可以嗎 然後 再來這裡 這兩條線交在這個35分的時候是B 那這是什麼意思 這就是說 53分的時候是B 那這是什麼意思 這就是說 這個 想一個淺色一點的 橘色用掉了 所以說53分 以上的 有B人 有B人 就是說這一條 這一條是以上累積嗎 到100分以上就沒有 0分以上是全部 對不對 到這一點是53B 所以說53分以上的是B人 然後53分以下的呢 也是B人 可以嗎 那從這一個 從這樣子呢 就可以看出來 53分以上是B人 以下也B人 所以這個B剛好是 總人數的一半 可以嗎 這是這一題 透過這個以上累積次數摺線圖 和以下累積次數摺線圖 交疊在一起 去進行討論 還蠻有意思的 還蠻有意思的 那也不用算 就是你到底能不能夠理解 以上累積以下累積的意涵 但是又不是那麼好想 如果我是會考老師 我就說這一題 OK 那我們這一集就交到這裡